见到第一仙,第3017章,起死回生,苏毅竟然和石影真族有关,与一女子红灵,眸子中,杀鸡一闪,在洪荒初期,洪荒天庭和由石影真族主宰的先天神墨一脉,可是死仇,宿命海之下埋葬的那些骨骸,都是这一桩死仇的见证,略意私存,红灵道,祖师,这次宿命海之战中,有三清官的高人出现, 这等情况下,那苏毅焉,可能还有活着的可能,石碑下,只露出脑袋和双手的一天尊探道,傻丫头,你还不明白吗,之前那一场波及天下的巨变,已经证明在那苏毅身边,同样有不弱于三清官的强大存在,红灵一正,玄机明雾过来,汗言不已,的确,倘若三清官的高人,轻松拿下了苏毅, 其可能会在命运长河上下,引发如此严重的影响 接下来,红灵没有在犹豫,把锁了解道的,和苏毅有关的消息,一一说出 轮回? 纪元火种? 命书? 见地成大老爷的转世之身 随着这些秘星从红灵口中说出,一天尊不禁陷入沉默 这位号称洪荒初期众帝之尊的神话人物,内心也在无法平静 之后,红灵又讲了天命之争,神游州一战等等 事无巨细,尽数到来 直至说完,红灵才发现,自家祖师竟是久久不语 陷入一种罕见的静默中 也不知在私存什么 这反常的一幕,让红灵大感意外 以祖师的秉性和气魄 早在洪荒初期时,都敢不把来自彼岸的恐怖存在放在眼中 可为何再了解了那苏毅的一切,却一反常态地陷入静默了 时间点滴流逝 呼的,一天尊大笑起来 好,好,好 大势之争,恰逢其时 笑声中,难掩豪迈和期待 红灵一脸枉然 祖师这是想到了什么 竟会这么高兴 之前,他还以为祖师在对付苏毅这件事上 感到了压力 可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样 此刻的一天尊,眉飞色舞 神采飞扬 一边大笑,一边道 这样的乱世,才是我所渴望 这样的对手,才让人感到,期待 这在洪荒初期,哪能见到 彼岸有风暴酝酿 这命运长河上,也即将大乱 如此世间,方不负我再来走一走 一天尊眼眸明亮 直肆燃烧的日月 这苏毅若和石隐真足有关系 我便以死敌杀之 若没有,我便以大道之争败之 红灵心绪翻涌 正正地看着祖师 他没想到,仅仅因为了解了和苏毅有关的一切 竟让祖师如此期待 如此高兴 许久,一天尊才收敛笑意 他察觉到了红灵的不解 道 当年三清官的一位祖师主动来见我 愿意接引我前往彼岸正道 可却被我拒绝了 你可知为何 红灵摇了摇头 一天尊淡淡道 在洪荒初期,我乃天下第一人 重地之上,岂会甘居人下 我的大道 早已自成一脉 又何须加入其他道统 由他人点拨授业 说句不客气的话 当年倘若我想要去彼岸 无需任何人接引 自可以成舟破浪 一步抵达 我所求的,他们三清官也给不了 言辞间,不经意流露出一股闭逆傲暗之气 他曾傲立洪荒之巅 早已窥见彼岸之路 早就走上属于自己的一条无上大道 有何须外求 他更清楚 进入三清官 或许同样可以在道徒上高歌猛进 可他这辈子就将屈居人下 哪怕他以后有再大的成就 也会被人世做是三清官的功劳 红灵厅的新潮澎湃 他还是第一次知道 祖师的气魄竟如此之大 大道不屑于拜师三清 当年 时不于我 运输不济 无法让我实现心中报复 以至于才被困此地 蹉跎至今 一天尊难难 可现在 不一样了 说着 他忍不住又仰天大笑起来 果然 时来天地皆同利 万古蹉跎 只争朝夕 声音若雷霆般 轰隆隆响彻在附近水域中 惊起浪花无数 红灵忍不住道 祖师 接下来该如何做 请您指点 那恶天地不是说 要和我们洪荒天亭合作 一天尊淡淡道 告诉他 洪荒天亭 不会给任何人当刀使 除非 他选择向洪荒天亭臣服 洪灵一政 这样的要求 恶天地其可能答应 这家伙背后 站着的可是三清官 哪可能向洪荒天亭臣服 但 洪灵很识趣的没问 这是祖师的旨意 他要做的 就是去执行 他答不答应 都无妨 一天尊躯指一坛 一道神红掠出 凝聚为一道神秘的圆形玉牌 落在红灵面前 带着此物 去永恒天亭金哲净土 去一个名叫朝夕草堂的地方 把此物留在其中便可 金哲净土 永恒天亭六大净土之一 一个偏远的界域 是天地级势力永恒雷霆 所掌控的地盘之一 事实上 六大净土的主宰 分别是一方天地级势力 至于朝夕草堂 洪灵完全就没听说过 但 既然祖师吩咐 必然意味着 这朝夕草堂的来历不简单 很快 洪灵领命而去 一天尊 则缓缓舒展着双臂 悠悠开口 朝闻道 西死可以 洪荒时代没有等来闻到的契机 如今 大道已尽在咫尺 说着 他缓缓转动脑袋 看向镇守在这片水域上的 其他镇河碑 静静不语 他被困于此的缘由 便和这九座镇河碑有关 宿命海的风波 引发了大地震 过往一段时间里 不知多少修道者 进入宿命海中 寻找机缘 可随着宿命海一战上演和落幕 那些修道者 大多惨死在这一场无望之灾中 真正能侥幸逃走的 寥寥无几 以至于随着宿命海一战落幕后 再没人敢轻易进入 这片凶险恐怖的禁区 十天后 宿命海深处 一艘宝船上 苏毅从打坐中醒来 而后直接寄出命书 将一缕心静蜜力探入命书 第二夜的无间命约内 狗贼 你还敢来 姓苏的 我族帝师大人 都已立下本命契约 向你臣服 你为何要害死帝师大人 果然 命官根本靠不住 他根本就没想过 和我们命魔一脉共存 苏毅的心静蜜力 才刚凝聚出一道身影出现 就被一群命魔一脉的老怪物围住 这些老怪物 满脸的气愤和恨意 目光机遇杀人 显然他们都已清楚 默寒一被震杀的事情 并且认为是苏毅害死了默寒一 苏毅没有解释 这种情况下 任何解释对方都不会信 为何不说话 敢做不敢认 有人愤怒 竟是直接出手 朝苏毅杀过去 碰 一缕源自无间命渊的 本源力量涌现 流转在苏毅周身 站在那根本没动 就把那个老怪物阵飞出去 可这并未震住对方 反倒是其他一些老怪物 皆大怒出击 俨然一副要和苏毅拼命的架势 由此可见 默寒一这位帝师 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之高 够了 苏毅皱眉 一声轻语 整个无间命渊 骤然阵战 本源力量涌动 浮现出宛如秩序规则般的锁链 压制住那些老怪物 默寒一还没死 苏毅冷冷道 若你们不想让他活过来 我立刻离开 你们尽可以继续闹下去 顿时 那些老怪物一正 彼此对视 惊疑不定 当真 有人咬牙开口 换作以前 苏毅早就一走了之 根本不会灌着这些囚徒般的家伙 可以想到之前为自己赴死而战的默寒一 苏毅自不会真的和这些老怪物一般见识 相反 对方不顾一切为默寒一拼命的架势 反倒让苏毅刮目相看 你们姑且看着就是 苏毅说着 扬起指尖 顿时 在这无尽黑暗般的无间命冤中 有一抹血色亮光涌现 化作一页血色汽书 飘然落在苏毅掌尖 这 正是当初默寒一在向苏毅臣服时 以性命本源签订的契约 随着苏毅指尖连点 那些老怪物皆清晰感受到 这无间命冤中涌出一股澎湃磅礴的命魂力量 仿若长江大河般涌入那一道本命砌书之中 旋即 本命砌书骤然间发光 变得越来越亮 到最后直四燃烧般 一股生机波动 随之从本命器书中涌现 飘洒出如梦似幻的光雨 随着光雨凝聚 渐渐勾勒出一道模糊的身影 赫然是莫寒一 一下子 那些老怪物们睁大眼睛 满脸的震惊和激动 帝师大人没有死 时间点滴流逝 在宝船上盘息而坐的苏毅 脸色越来越苍白 心静蜜力正在飞快消耗 而在无间命冤内 莫寒一的身影则越来越凝实 终于 在半刻钟后 莫寒一的身影一阵 就像从沉睡中苏醒过来般 眼眸骤然睁开 几乎同时 苏毅长松一口气 若不是之前半个月时间里 他把一身道横皆恢复到巅峰状态 差点就撑不住 他都没想到 在这无间命冤中 把莫寒一起死回生 竟如此之难 还好 最终总算成功了 这一瞬 苏毅呼的心声明悟 想起林台感应片中 所记载的第三个神通秘法 点灯补命术 都能看起来的 我会认为自己的关系 我会认为自己的关系 我会认为自己的关系